各位同學,我們看看DFC V62012年的第十六條 A clause on a string propagate towards the right end which is fixed 現在有一個close 向這邊撞過去 which of the foreign represents the reflected clause 反射過來的close是怎樣的呢 我們找個反射回頭的close 其實是不難的 我們要把這個形狀 把這個形狀照抄 OK,照抄,我們把它繼續向前走 我們要向前走,我們把這個形狀照抄 這樣 假設它沒有牧場 過了牧場之後,它應該繼續向前走 所以它的形狀應該這樣 OK 我們把這個形狀如果是反射的話 即是把這個 鏡像反射 滑回頭,就是這樣的形狀 OK,是不是 這個就是最典型的反射 但是 但是在Wave裡面我們要多想一點 它這個是一個fixed end 是一個fixed end fixed的end fixed end的reflection 是會有一個效果 什麼效果,就是會令到整個Wave 是會有一個180度的 phase change OK 它是會有180度的phase change 什麼是180度的phase change 即是說它會把整個 的Wave 轉變了180度 轉變了180度 即是本身是向上的東西 會變了向下 OK,本身是向上的東西 會變了向下 OK 這個就是如果它是一個 fixed end的 情況呢 它就會有一個這樣的180度 phase change 我們有其他不同的情況 最極端的兩種就是fixed end 和free end free end就是完全沒有東西 保持著它 就是 有個圈 扣著一支 一支 桿 然後這個就是它的尾部 在這裡有一個plouse走過的時候 它這個圈就可以 這樣上下跌 就會令到它的end不是固定死的 沒有固定死的 是一個free end的 它就不會有phase change 它就沒有phase change OK 所以 但是這個是fixed end 我們通常看到 其實DSE裡面 我們最多只會說到fixed end 的情況 在DSE 只會說fixed end的情況 那就是會有180度 phase change 180度 phase change 我們怎麼處理呢 我 學這個方法的 就是我們將180度反轉 我照抄 我也是照抄 我把前面整個 我將它向前吞 照抄了形狀 就是這樣 一樣 哎呀 醃醃醃醃醃醃醃 這樣 這樣 OK 這個形狀 這個形狀要怎樣 我們將它180度 轉圈 OK 怎樣轉 我鑽住在這裡 我當這裡有一支鐵線 OK 然後我鑽住 鑽住牆這個反射點的位置 我將這一塊的東西 這樣轉了 OK 這樣轉180度 OK 轉回來這一邊 這樣 這樣 就會令到它變成什麼樣子 將這一支 直接做這個效果給大家 這一塊東西 將它轉180度 OK 然後將它 貼回來這一邊 OK 因為它是 狀元夢長回頭 所以這樣去 它的狀元就是向這邊移動 這個不就是 這個不就是答案 這是哪個 即是 D OK 這個就是 當是一個fix end fix end的時候 180度fix change 我們怎樣可以畫一個 Reflected 的 Plus 其實很簡單 可以照抄的形狀 然後將它180度倒轉 OK 那麼高難度 要將它180度倒轉 平時在紙做的時候 怎麼可以這樣做 再簡單一點 將整張紙 轉了180度 你才畫那個樣子 就可以了 你不用畫完之後才將它轉 你可以轉了它照抄的樣子 就可以了 OK 就是這樣 那我們就找到了 答案 Dot 全成程 看 多 50 不是